大家好,现在我来讲一下在边缘都是1的最大的正方形 它说给定一个二维的数组,其中只有0或者1 我们要返回这其中的一个子网格 然后它是一个最大的正方形 然后它的边缘都是1 也就是它的边缘是没有0的 但是它中间有没有0,我们是不管的 所以给定这么一个数组,我们返回的是9 因为你会发现它这个三乘三的这个网格 它符合了边缘都是1的这个条件 那这个的话,由于它最多只能是1嘛 因为它只有一行,然后只有1,所以我们就返回1 那么这题怎么做呢 你当然可以尝试着去检查所有可能的正方形 看它是不是边缘都是1 当然有更好的做法 这题你要学会利用 从前有一道题叫做最大的正方形 它是跟这题有点不一样 那题是返回这个给定的网格当中 全部都是1的这个正方形 这题的话它只有边缘是1 那么怎么利用这个条件呢 就是要用一个动态规划思想 就是累计从左到右的连续的1 跟从上到下连续的1 让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来说就是因为你只要考虑这个边缘是不是1 所以你一定是要记录从左到右有多少个1 跟从上到下有多少个1 注意了,这里是连续的 所以说一旦如果当前这个值是0 那么不用算了 左边跟右边上面这边都是0 如果这里是1 我们才有继续累积 利用之前的值 所以这里就有DP的思想 为什么要两个方向呢 因为你现在不要管中间有没有0 你只要管这个四个边上有没有0 当你有左边到右边最大连续的1的个数 跟从上到下最大连续1的个数 你就可以得到这两边的最小值 这个最小值是你可能围成的 就是以这个为就是结束这个点 你可能围成的最大的正方形的最大值 是吧 你一定要是比它们小的嘛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 减去这个边长去检查 这条边跟这条边 是不是有这么足量的1 据起来说就是 我们利用DP 我们只存下来从左到右 跟从上到下连续的1的个数 然后我们就有一种可能的这个边长 然后我们要去检查 这个左边跟上面有没有足量的1 也是利用这个DP的值 也就是它存下来的值 好 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我们首先假设这个grid是m乘以n 这个size 我们这个DP是个三维的矩阵 它的第一维是m加1 第二维是n加1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单独去讨论这个边缘值了 就是01的时候的边缘值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们放在一起计算 这是这么一个好处 为什么要三维 是因为我们要记录从左到右跟从上到下两个值 所以我们用第三维来记录这么一个值 它0代表的是从上到下累计的连续的1 然后这个1代表的是从左到右累计的连续的1 好的 如果当前的这个值是1 我们首先得到左边跟右边最大值 所以这个是上边跟这个左边 这边最大像这里 这边是3对吧 这里是2 所以我们能得到的是2 所以以这两边为边的正方形最大的长度 可能就只能是2 这时候我们来检查这边是不是有足量的1 怎么检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减去在边长就行了 所以它是同样的行对吧 列这里减去这个正方形的长度 然后再检查它这个0这个地方的值 然后这个地方你要检查从左到右 那么它跟这个DP 我们当前DPI加1 G加1的是同样的列 所以这是列不变 行的话要减去这个边长 然后检查的是这个1这个地方的值 我们得到这两个地方的最小值 如果这个最小值是比一开始的这个Length 要大或者等于它 我们就可能组成边长为这个Length的正方形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个内部循环 为什么 因为你这里取到了一个Length 假设说你取到了一个6 这边两边最大可能是6 但是这里它没有连续的6 但是它这中间有一个连续的长度为4的这个正方形 如果你不用一个内部循环 你就把那个4给跳过了 所以说这里还是需要一个内部循环的 就是从这个最长的可能的Candidate开始 然后往下减 6 5 4这样检查 比如说你这个6 你这个Length 2你也等于6 所以你这里Max已经变成6了 所以你就 这个循环就结束了 你就不会继续算了 所以你永远取的是最大值 这个Length 2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这 左边跟上边的最小值 那这个Length 2要大于等于K 是因为它可能比这个K要大 K是我们现在的Candidate Square的边长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更新这个全局的最大的边长 最后返回这个边长乘以边长 就是我们的面积 如果这个Grid的I借它等于0 我们就把它的上下左右累积1都记为0 好的 那我们来写这个代码 首先H case check 如果Grid等于0 或者说Grid到Length equal to 0 我们就返回0 然后呢 我们要得到M N等于Grid到Length N等于Grid的0到Length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三维的DP Array 它就应该等于M加1 N加1 然后2 好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Max 它一开始等于0 它代表全局最长的正方形的边长 然后我们直接Iterate这个Grid I++ ForInt J等于0 J小于N J++ 如果当前的Grid I J等于0 我们先做最简单的 如果它等于0 我们是不是就是I加1 J加1 0 就等于0 就是它从上到下累计了就等于0 然后 从左到右累计也是0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它是1 我们是不是要更新它 左边的值 就是这个是从上到下对吧 等于它之前的 就是上一行 同一列 0 加1 然后这个是J加1 这是1 等于它 这个是从左到右 所以是同一行 但是不同列 1 加1 这里你就会体会到这个为什么要我们要多加一位 这样子你 你想啊你从这个0开始 你这个I接 就存在了I加1跟J加1这个位置上 所以说 这里的I跟J始终是有效的 如果你只用了一个M跟N的话 这里你就要判断它这个 I加1J加1有没有过键 所以就会多了许多判断条件 这样就不用判断了 好的 这个时候你先得到Length 它两边的最小值 DPI加1J加1 0 跟DPI加1J加1 这个是等于1 这个时候 4K等于Length K它要大于Max 我们才有比的意义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Length2等于 Minimum DP 一个是往前减这个长度 对吧 对不对 就是当前的I加1减去K 但是要加1 为什么 因为你想 如果当前的I加1等于4 I加1等于4 然后这个Length也等于4 Length也等于4 不 Length只可能是3 因为它I实际上是3 对不对 I实际上是3 就是第三个数 如果Length等于3 那你是不是应该从0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index等于0 这个地方 不对 I等于3 index等于1 index等于1 所以这个1它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是I加1 就是4减3加1 嗯 哦 但是这个DP它是要比它多一位的 所以说你要比它多一位 所以就存在2这个地方 没错 因为它这个编长是inclusive的 就是两边都算在里面的 所以你要加1 这个你待会可以去写一下这个index 就是减去这个长度 最后要加1的 好 这个是同列 就是不同行 所以说它这里应该是要求1 就是从左到右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计算的是这里啊 就是I加1 对 接加1 就算第一位 因为它算是从左到右这边累积的长度 还有一个是 I加1 这是同行 但是不同列 加1减k加1 这个是0 算的是从上到下累积的长度 if length 2 大于等于k 这个边长 k是边长嘛 我们就要max等于 s max length 2 好的 然后最后返回max乘以max就好了 嗯 好像写完了 哎呀 我看哪里错 嗯 lens 它的最小支 上到下的最小支 嗯 我觉得可能是哪里一个索引写错 我们来检查一下 首先 这个思路 如果它等于0 这里肯定是等于0的 没关系 如果说它等于1 对吧 固定等于1 我们就让 这个是 不同行 呃 这个0位算的是 从上到下 对吧 0是从上到下累积的 嗯 好 这个是同行 就是1 这个地方算是从左到右累积的 然后要算 嗯 J加1的最小支 对的 然后 它可能的边长是从lens开始 kl 大imax可以减减 对的 然后这个lens2的话 就是 这两边的较小支 嗯 较小支 然后是 i加1 减k加1 这个是不同行 也就是 上一边 所以它要从左到右 所以应该是1 嗯 没错 然后这里的话是 同一 行 但是不同列 所以 k加1k加1k加1k 所以是 从上到下 这里看它有没有 嗯 我怎么感觉是对的 哪里写错 pass2 哪里错 嗯 哦 这里错了 这应该是k 就是k是它的边长 而不是lens2 好的 这现在应该没有问题 好的 谢谢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